先做一些簡介 其實我們教育延伸 Animators 是一個真正藝的機構 我們都希望可以集結社會不同的朋友 包括除了教育界之外 也有商界、老師、家長、不同的界別的朋友 由大家的創意、想法、心、熱誠 都想可以教育做些事情 我們都希望可以聚集大家一起 去想一想如何推動教育的發展 為何我們今晚會有今晚的主題 我們講的是學生未來的必修課 剛剛一月的時候 World Economic Forum 出了一個報告 就說在未來的五年到2020年 之後有五百萬份工作 會沒有了一百多個工作 因為科技的發展很快 很多工作都會被除掉 現在我們在讀小學的小朋友 到他們畢業的時候 有現在六十五百分的工作 其實都未出現 我們都未知道他們未來 面對著甚麼社會 甚麼世界 需要甚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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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著下一代 因為時間進步的時候 他們面對著很多變動 也都很講求創意 很多的合作 很多的跨地域的資訊 我們要如何去準備 教育要如何去準備 他們成走他們的未來 在這裏我想請我們 教員新的director Rebecca 就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晚我們不同的港姐 和大家早點分享 這時候就交給Rebecca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今天星期五 剛好下班 都來聽這個講 證明你們 對這個議題 是很有熱誠 很有心很有力 希望在這裏 是拿多些新的資訊回去的 我想看今晚 我們有多少是 教育界的朋友 校長呀 教師呀 退休教師呀 舉高手 舉高手 哇 好多 多謝大家 有多少是商界的朋友呀 銀行呀 各不各業的 好 多謝你們 有多少是創業家呢 自己搞企業的 好 有多少覺得自己是社會企業家 好 舉高點 舉高點 也有很多 在座 這麽多位當中有哪些 比如有社工界的朋友呀 我學生 NGO界的 也有 好 多謝你們 有多少是家長呢 有多少是學生呀 大學生 誰是大學生的 有多少是中學生呀 好 好 那就好了 我發覺這次 我們其實都是 很多教育界的朋友 和其他行業的朋友 今天我們剛才的Tracy 也介紹了 你的議題就是 未來學生的必修科 為什麽我們要說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 我們看回現在我們的教育 我們教育的內涵 我們教育的方向 是否真的在培訓著 我們的學生 而不知新的世紀的到來呢 全世界有很多大的趨勢 其中一些呢 譬如科技呀 商業界呀 也有花天福地的見法 也都是 全世界也有一個 Agent Society 我們見到這麽大的趨勢 特別是科技方面 是影響得我們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 在教育方面 我們去體驗這些大的趨勢 令到我們將來的小朋友 他們長大成年之後 可以由適當的工作做 還有呢 他們應該知道自己 具備什麽條件 應付未來的挑戰 所以今晚呢 我們就很特別了 由三個不同的角度 去介紹這個議題 一個角度呢 就是由商界的朋友 創意界的朋友去介紹 另外一個角度呢 就是由科技創業家去介紹 第三個角度呢 當然也是由教育界的專家 去跟我們分析一下 未來的發展 那麽我首先呢 我就想介紹呢 那一位很好的朋友 也都很敬重的朋友 就是KK珍 珍錦琳先生 那KK珍呢 是廣告外星星星來的 他曾經是香港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廣告集團的 香港的負責人 那2012年呢 他就創辦了自己的企業 一個廣告營銷集團 就叫做The Beast Group 那在這個廣告集團裏面呢 他進行了很多企業的創新 待會他會跟大家分享 那他也都看得很深 很闊很遠的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經常說創業工業 香港要成為一個創業工業的中心 到底我們的創業工業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呢 而我們又需要些什麽人才呢 那所以就很想請KK 和我們今天分享一下 那這位由於KK比較趕時間 我們真的特別很感謝他 特別抽空呢 過來這裡和我們做個分享的 那所以呢 他講完之後呢 如果大家有問題 或者想和他交流探討一些呢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 五、六分鐘的時間呢 可以大家向KK發文的 那事不宜遲 那時候我加個筆給KK 其實我七點半要走的 那不過你看你這個目標 很難達成這樣 那很感謝今天有機會 來和大家做個分享 那Tracy 或者Rebecca 我來和大家做分享的時候 就在一個郵件裡說 希望我從一個創業家的角度去看 教育的方向和未來人才 一些比條件那樣的 那我看了郵件之後就走一跳 其實因為其實我是三年半次才創業 還只是創業一次 想不到這麽快就已經成為一個創業家 那因為其實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什麽家什麽家呢 是一個專家 就是在那個範疇 應該要有一個很深入的見解 還有一個很持續的成功 才可以清聞那方面的專家 那我專家真的不敢說 其實還有覺得創業家這個稱號 其實就有點違反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那但是我對教育是都有些看法的 那其實我自小的時候作文寫我的志願 其實我是寫做老師的 不過就是因為老師的比分太低 導致我打燒了這個年頭 那但是我在我成長裏面 其實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其中有兩個最影響我的老師呢 那一個就是我喜歡的整個班主任 那因為我是一個很甩漏的人 那我就經常又不做功課又不交功課 那上課又不帶書 帶書又帶錯書 那結果那些記了很多缺點 那有一次老師就抓了我去訓話 那他就跟我說 你呀 你這麼甩漏 你將來你將做文員 那我就請你 那其實那一次是第一次 有老師跟我說未來的經驗 那第一次是令我想我將來要做什麼呢 那而他給我的提示就很可憐 就是他說 我是沒有資格做文員的 那我這個呢 我一直記住在心裏面 我是個條件做一個文員的 那另一個對我影響大的老師 就是我中六的時候的班主任 那他對我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那他有一次跟我聊天 那他就說 其實呢 在一間學校的校長 或者一個機構的CEO 通常都不是那個機構裏面最厲害的人 那當時我不知道那老師 是不是有些懷財不育的感嘆 那 但是我也都很記住這句說話 今天有些校長在 我真的 如果有冒犯真是不好意思 不過各位校長要留意一下 你身邊有沒有一些懷財不育的老師 在那裏 跟那些學生說這些話 那 那當時我就記住這句說話 我知道我不聰明 那 因為我不聰明 所以我應該有條件做一個CEO 那就是這樣 這兩個老師 一個老師認為我沒有條件做文員 一個老師認為我有條件做CEO 所以在我打工的生涯裏面 最後是做了一個跨國企業的 就是香港的CEO 那 那 其實說回這個故事 主要想帶出一件事 其實在社會裏面的工種的變化 其實是可以很快的 那 一個工種的需求可以下跌得 就是收縮得很快 或者甚至是消失 那在我讀初中的時候 文員還是一個很普遍的職業 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企業會請文員 那 那 如果當時我真的以文員作為我 這個職業的目標的話 其實我很快就會被這個社會淘汰 那 可能我讀完書沒多久 就已經會失業 加入失業大軍 那 那 那 我現在其實是 我都 我未夠五十歲 就已經五十歲 那我其實每一次 和一些舊同學聚會 那 我都發覺 有四分一至三分一的舊同學 是已經退休的 那當然有部份是因為都穩救 又沒有什麼負擔 而很消極地退休 那 但是呢 原來都相當多的人 是被逼退休的 那 那 我發覺這班人裡面 其實我自己的朋友 我不代表這個社會 那 我那班朋友裡面 有兩個重災區的 一個重災區就是做工廠那班 那 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其實都仍是有一些 我那班同學都是大學同學 那 還有一些廠會請大學生 那當然不是去生產線那裏做 那是做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 那 他們 因為後來很多廠都搬到大陸了 那 後來甚至連大陸都成本太貴了 那便搬到東南亞 柬埔寨、越南這些地方 那 有部份的同學 因為他不願意跟著公司去搬 或者就是 就算他肯搬 到後來可能這些工廠都不可以 請一個香港的大學生 已經 那所以這班人就變成沒有工作了 那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做IT的同學 那 那 因為我有很多同學 就是讀 computer science 那些就是可能進了一些大企業的IT department 那 後來就因為很多公司的IT department 搬到深圳 搬到印度 那 在香港只是保留很少部份的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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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讀書的時候 整個program 和現在的program 已經很不同了 已經 那 他如果想各隔去做Hot 的話 都應該找不到工作了 都已經 那 但是呢 中小企又不會請這類人 那 那所以其實有一部份人 就是這樣在職業市場那裏 被人淘汰了出來 那 那 所以其實呢 都看到是那個 就是這二十年 我畢業了二十幾年 那 這二十幾年其實整個商界的變化都很大 那 有些工種是 就是 需求收縮 有些是直接消失了 那 那 其實就是 各工種的變化其實是來自兩個大的forces 一個就是gorganization 因為是全球化 另一個forces就是 就是 互聯網 資訊科技 因為資訊科技可能代替了一些人的工作 那 那 那 這兩個大的force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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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以為只是那些很傳統的職業才會被人淘汰 其實 你看看這幾年 那 那 五年前 其實如果在香港做社apps的programmen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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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實你看到這幾年 很多公司的社apps的programment 都 outsource 了去 一些便宜的地方 例如印度 那 那 而那 而本地的企業也都寫 就是 沒有那麼熱衝 寫apps 其實就是寫apps的需求也都下降了 那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只是出現了五六年的一個職業 那 也都收縮得很快 其實很多 很多人都 就是 沒有什麼 可以做 結果 變成自己出來創業了 那 那 所以你要看到 我去過20年的變化已經很快 未來20年我相信變化會比較大 其實在67年前 就是在某間大學裏面的 某個學系做Advisor 在跟Professor開會的時候 其實令到我有點不安 他們在討論 怎樣可以令到學生的競爭力強一點 怎樣可以教一些practical的東西 我自己看大學教育 其實是傳授智慧的 不是傳授技術的 因為我跟Professor說 無論你教多新的技術也好 其實3至5年後 這些技術已經過世了 其實作為教育界 我覺得應該要跟學生說 其實你未來的求生技能 大部分都是來自你畢業之後 去學回來的 所以你是要終身學習的 還有你不要以為擁有一個大學學位之後 就是一個成功的進卷 你其實還要在職場裏面 吸收不同的知識 去令到你更加適應這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未來的需要不是競爭力 而是適應力 那你現在的競爭力 你可能3至5年後 你已經是落後了 但是如果你有 如果有終究的適應力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 你的career就會長青 那 所以我想第一點是 要跟學生說 他是要中生學習 那你是要不斷適應社會的變化 那培養適應力 而且我覺得是要不要那麼堅持要學而自用 其實我自己讀統計 我去做廣告 其實都挺有趣的 剛才吃飯的那些朋友都說 那麼有趣的做廣告 讀統計為什麼做了廣告 其實在我畢業的年代 都很多人是選一些 不是自己讀的學科去發展自己的試驗 而亦都發展得很成功 很多人都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太執著於要學而自用 其實學非所用 都不是一個 就是 一件不是好事 可能一件都是好事來的 還有選擇職業 是可以選擇不務正業的 不要想著你讀學科就很老正 就選擇學科來發展自己的事業 這個也是重要的 但是第三件事 我覺得是培養適應力 是你要 我覺得中大的教育理念 其實是挺有vision 其實我讀書的年代 已經是講專精博覽 還有通識教育 我想當時是其他大學沒有的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為將來培養人才 我覺得你可以有一番很精的東西 但是其實要博能群書 你是要涉獻不同範疇的學識 去equip你成為一個可以在職場上 適應這個環境的變化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適應你比競爭力是重要的 我覺得未來人才的必備條件 第二點就是要有自律 我覺得自律是比他律重要的 而且亦都被聽話是重要的 我覺得是因為未來的世界 如果你自己不管自己 其實是沒有人管到你 因為在網絡的世界 其實你工作和生活 其實是不分得開的 你上班就算 你上班時間 是做很多私人事 其實我每一個人都是在上班時 做很多私人事 你可以上網 就是你上網 我不知道你上網是在幫公司找資料 還是在幫自己做事 其實你是跟朋友在WhatsApp 聊天 這些人控制不了你 甚至有很多人是你上網淘寶 都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抓到你 我記得好幾年前 其實有些公司禁止員工上Facebook 禁止上某些網站 但是因為你有了手機之後 基本上都禁止不了 其實他要做些什麼 你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但是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 令到其實每一個人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都可以工作 我相信很多人真的下班之後 仍然在幫公司做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 這個工作和生活 不是那麼完全分割的 你是面對很多誘惑的 而你的老闆也未必管得到你 因為你的員工很重視上班 完全不離開座位 其實可能都不是在幫公司做事 所以你作為老闆也很難去判斷每一個人 確實他每一分鐘都在幫公司做事 所以自律是給他律人要的 我自己呢 我自己管小孩 我是完全不管他打機的 其實我曾經管過 其實他小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打機 所以我家裡沒有遊戲機 就算他很幸運有遊戲機的時候 我都不買給他 但是去到中學就已經管不了了 因為他有行用錢 他偷偷地用他的零用錢 就買了一部二手的舊款遊戲機回來 我不是在家的時候 就打到天分地暗了 但是我和太太回到家的時候 她通常都很乖地讀書或者做功課 所以他已經被騙了我們年紀兩年 當時因為中一的成績非常之差 中一中二的成績 當我發現他買了一部二手的遊戲機回來的時候 我不但沒有罵他 我還跟他說 其實你不需要等我們在家才打 我們在家的時候你也可以打 如果你做完事 讀完書你想休息一下你的遊戲 是完全OK的 我是准許你打機的 還有我是有信心你是管理到自己的時間 什麼時間應該讀書 什麼時間應該是可以完結的 我不單止沒有罵他 我還是買了一部最新的遊戲機給他 還有我跟他說 我真的信任他 我覺得你是可以管到自己的時間 如是者呢 其實他開始真的疑慮有分寸 還有他在最初的時候 考試前一個月 他就把遊戲機的power cable 給了我保護 因為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他覺得他怕自己受不住誘惑 或者說要走去打遊戲機 那都OK 你想到一個方法 去怎樣幫自己去 去Discipline自己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發展到後來 現在他都挺自律的 基本上就不用再給我 那個遊戲機的power cable 而成績也都越來越好 所以各位家長 如果你想要成績好 你買一部最新的遊戲機給他 我想他成績好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那 好了 那個 自律 就是利他主義 這個東西比較抽象 其實 因為整個資本主義 都現機在於人的自私和貪婪 那裏 為什麼利他主義 是會利未來的人才的備條件呢 因為我覺得在互聯網的世代 其實是改寫了經濟的法則 那我記得大學的時候 讀Marketing 是要讀四個P 那其中一個P是Pricing 那現在最powerful的Pricing 就是零 就是免費 那因為呢 其實例如很多 就是企業 他給一些免費資訊 免費的新聞給你 那聚了一班人之後 他就可以收到廣告商的廣告費 那這些就是例如 Yahoo、Google、Facebook 這些的business model 那有些公司 可能給你一個免費的Service 但是呢 那是一個Basic的Service 那如果你想要多些東西 那你就要付錢了 那這個就是例如 Ethanode的Model 這些是Freemium的Model 那也都有些公司 可能就是免費給你用一段時間 如果想繼續用的話 那你就要付錢了 那這個就是很多 就是Software Company 都在用這個 business model 例如你用這個補貼的模式 例如Yahoo 在香港launch的時候 他會給補貼給司機 又補貼給乘客 那這樣 然後呢 就是你聚了那班人之後 那就是看到他就可以賺錢了 那其實呢 很多公司呢 其實呢 他就是用免費的模式 或者補貼的模式 是聚了那班人之後 然後才在想 怎樣在這班人身上 可以賺到錢 那我想在這個 在利他主義 其實還有一個層面去看 就是因為 現在的產品或者服務 其實他們的差異性 都是越來越小的 那作為消費者 為什麼我會選擇 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服務 或者為什麼這個公司的服務 比其他公司貴 我都要用它呢 那其實可能就是 背後我是因為 我很購入這間公司的一些 經營的理念 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的文化 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那還有企業和企業之間 要競爭 不是競爭消費者 還有呢 就是競爭人才 那為什麼這些人 要幫你這間公司打工 而不幫其他公司打工呢 那又是因為 你這間公司對員工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 對社會好不好 那你本身的文化 價值觀的東西是怎樣 那這個也是很影響 一個求職者 他是不是想選擇這間公司 作為他發展事業的地方 那還有呢 現在其實競爭人才 不單止只是 和企業之間去競爭人才 其實企業還要和創業去競爭人才 那因為其實現在創業的門檻低了很多 那為什麼我不自己創業 要去幫你去工作呢 為你服務呢 那就是因為 首先你這間公司是對人的資產 是真的會很照顧的 對員工是好的 他是在經濟上也得到得擊的 那還有你這間公司是真的有靈魂的 那他認同你的理念 認同你的價值觀 他會和你一起跟著你 去追隨你的夢想 那 所以是這樣的模式 去競爭人才 那所以 我自己創業都是 其實也是管著這個理念 那我其實 我創辦這個企業的時候 我也是想著 就是等同事先吃飽了 然後才動我吃 那就是 那就是 我第一半年 我完全沒有出糧 那第二年 我都是出一萬元人封 那就是 那就是和一些 我給一些fresh credit 更低人當年 那到現在 其實我公司裏面 還有一半的人 是高人封過我的 那 那 但是呢 我這些同事的 回報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 用共合成果的理念 那我們是將盈利的三分一 是給員工做花紅的 那 過去呢 最高紀錄是出了17個月亮的 那 那 是打破了廣告界的紀錄 那 那這些 以前的數字 就是iBank才會出現的 那 就算去年 最高 bonus 那間公司 是16個月亮的 那 那 但是是否只是照顧員工 就黑薄股東 又不是的 其實 那如果你看回 我們 就是用最初投入的資本去看 那 只是去年的盈利 其實那個 資金的回報率 都接近100% 其實 那 一早已經翻了半的了 其實 即是兩年已經翻半的了 那 即是不夠兩年了 其實 不夠兩年了 即是第二第三分公司 第二分公司 即是第二年就翻半了 但是如果只是以去年的盈利去看 其實那個資金回報率 已經是接近100% 那 所以其實 對員工好 其實都是 最終 其實都是對股東好的 所以是有win-win的 那 那 我想今天的分享 大概是這麼多 那 我應該還有 我們也不行時間 大家問問題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相信大家 聽完之後很讚賞 因為 單止她對於未來 有一個很深刻的看法 還是現在她在自己公司裏面 已經有這麼多 本地的創新 和分享成果 共享成果的理念 是很強的 那 我想問問問KK 我作為主持人 我有個專利問了第一條問題 我想問你 你可能假設今天 你要請人 你會對 你應徵的人 第一 你對他有什麼要求 第二 你對他有什麼衝突 我其實 我喜歡的脫樓 就知道我的人是很麻煩的 那 我不單止請人麻煩 其實我 找我的business partner 都很麻煩的 那 我基本上 差不多來者不拒 其實我有些 因為集團裏面有六間公司 六間公司 其實有些公司 我就想 見第二次面 已經決定是投資下去 開那間公司 那 所以呢 其實我是一個 幾 幾草率的人 那如果你問我 請人 我會選什麼人呢 我其實很少是 就是 周詩說我很少請人 實際上 我在 我打工的生涯裏面 其實去到後期 都已經很少請人了 我自己 見人的工作 已經給了同事做 接著我下面那層的人 全部都不走 所以我沒有機會請人 所以我很少 很少機會請人 到這裏 我是找business partner 多於請我們員工 但如果我真的要請人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 我的同事問我 如果請人 所以我請過什麼人呢 我只是問 就叫他們說 一件 只是一個要求 我就說 我就是要請 chearful 一點的人 那 我覺得 就是 因為這個社會 很多負能量 其實 要找一些 會帶到一些 正能量入公司 反而一些technical skills 我又不是太執著的 其實正如我所說的 這些technical skills 可能幾年之後 都已經失敗了 所以我又不是很執著 他有什麼skills 反而如果是肯學的人 其實很快就可以掌握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又不是很著重 他的在technical background 反而跟他聊天的過程 感受到那個人 其實是一個正能量的人 因為負能量 反而沒有人對我 會比較重要 非常少 因為人觀 積極 很重要 全世界一間最大的 網上的公司 它的主資是什麼呢 它說 bring happiness to my staff 所以是一間全世界 營銷最大的網上公司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爭取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些什麼 想和KK一起share 很高的一隻手 我看到在後面這一位 很高的一隻手 我看到在後面這一位 很多謝你 KK 我在網上 Facebook那裡 看到一間公司的 company culture 它有一間公司 有乒乓波馬 又可以帶走狗 去留狗 和你的狗 和我的狗 大家slip 然後又有 你說的東西都是在我公司發生的 是啊 那你上來 你上來 有 有同事 帶狗上班 然後 每個星期 有五天的酒 它不是dress down 它是五天的酒 我們每天都dress down 他們 我看完之後 立即想飛去 在台灣 是的 我想問問KK樓 你贊不贊成這些 company culture 我們 我想 未必可以apptie到所有公司 但是我們始終是做廣告 廣告是一個創意的行業 創意的行業 創意的行業 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是 創意有時候是來自玩的 所以一個 playful environment 其實是對創意有刺激的作用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在我公司發生 我們有張冰箱桌 我們有張冰箱桌 我們冰箱桌是一個mini版 你知道香港地方是幾錢窄 一個mini版的冰箱桌 最近做了一個訪問 他也有拍我和同事打電話 最後不知道會不會出街 因為那天是J5的新頻道 當作做pilot 做了一個訪問 他說應該都會出街 但他做來給老闆看 那個節目是這樣的模式 就是這樣看的 所以有冰箱桌 有同事帶狗上班 有這部兵環的那種 是Balance View 就是我們公司有幾部的 同事到處走 我們那個環境是這樣的 我想創意工業是一個 playful environment 其實是挺重要的 我們都 還有 即使在公司裡面 很難分手 還有工作時間 我公司經常很吵 那就是 做一下就會起雄 所以就 但是在一個靈活一點的環境 其實就會對創意的思維 是有點刺激的 其實學生都很需要 在遊戲裡面 連小孩子都可以 都是的 其實 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裡有一隻手 那邊有見到另外一隻手 請問 我可以聘請一些學生 做你公司的演唱 我們連年都有聘請學生做演唱 我們很感恩 我以前在大公司做的時候 進來做演唱 那些最後 都是沒有人到這個學業的 因為 被他見識了這個學業 多麼恐怖 但我很感恩 其實這幾年 我們進來做演唱 最後都是進入這個廣告行 還有 他們大部分 都想進入我們公司 只不過是 因為始終我們的位置有限 還有 不是每個演唱 都 的質素 那麼好 所以我們都有選擇 但是 我看回 其實這幾個月 我見 因為我們每個月 都會跟新同事 有一個orientation 我見這幾次 都見到熟的面子 都是之前在我們做演唱 現在進來做我們全職的員工 那 所以 成功率幾高 我覺得都幾好的一件事 就是以前 我們趕走那些人的 現在 就是真的吸引到那些人進來 我見到這裏 剛才有位舉手 喂 這裏 那位 八十三 首先 我認同 今天 其實要培訓學生的一個 適應能力 現在 其實香港 我們都出現了一個現象 我們經常說 適應向上流不到 其實在原有的一個hierarchy 裏面 學生不能夠在這裏 即是開始去打工 而不去上流 那變得我們 即是會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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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會有些會走一個 但事實上 入了Hierarchy 入了Hierarchy 我們發現 其實要在這一個年間的 實施工作室 亦都很不容易 而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的社會裏面 有一百個 成功創業的年輕人 可能有一萬個 失賣 那在這些情況下 你對青年 有些什麼 覺得他們是需要決的 我覺得 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 任何環境 其實都是一掌公性 萬分敷 創業的失敗率 其實都真的 很高 那 就算 不是現在 即是以前的 創業失敗率 仍然是高 不過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創業門檻 低了 其實容易創業 變成任何行業 可能的競爭 都更加大 所以可能失敗率 可能更高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走 entrepreneur 的那條路 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去 趁年輕的時候去嘗試 即使是失賣了 我覺得你都會得到很多東西 那 如果你覺得自己 一個人很難去創業 的話 其實都可以 類似 找一些類似 我們這些 passionate 那些 很有商界經驗的人 可以做你們 mentor 那 那 其實我自己 旗下六間公司 有些 partner 都很年輕 其實 有最年輕的一個 組合 其實是24歲 那 那 都 我想 他 即是自己創業 那個風險 一定是高一些 如果你說 找到一些 人可以 給到 例如 給到資金 給到 network 給到他們的經驗 給你的話 那個成功率 就應該會高一些 那 我旗下有間 真的挺成功的 剛才吃飯的時候 那些朋友都有 講過 就是有間公司 叫secret tour 那 之前其實他自己搞的時候 是不成功的 那 他進來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和他幫他轉型 其實現在是變成了 我們整個 group 裡面 其中一間最成功的公司 那 而創辦人 其實他 他跟我拍檔的時候 他27歲 其實他後來都買了樓 所以我不同意 是沒有 向上樓 沒有機會的 我這位 跟我拍檔的時候 27歲的同事 其實他後來都買了樓 甚至是想買第二層樓收租的 只不過我按住 我叫他沒有買 其實 要不然他買第二層樓收租了 已經 所以 我覺得 其實 機會仍然存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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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很快很快 最後一條問題 因為剛才這位已經問了一次 我們給前面這位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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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我也是香港大學的大學生 我自己看到的一件事 是我在香港大學都教了human national 學問 而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今天我們講了教育 是講從小學中學開始 因為那個競爭令到學生 基本上 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是越好grade 你越沒有科學 好的人才 讀law account 我自己讀business 可能會選NG 沒有會選Computer science 可能會選 Marketing 可能是水母 問題在於 在今天香港的教育 體能底下 令學生可以有哪個發言 爸爸媽媽可以讓他選這一個發言 我覺得真的 這個競爭心態是最擅長的 其實 我覺得 首先 如果遇到這樣的家長 你叫他找我聊天 希望我可以感化一下他 我覺得 最傻最傻的就是 以為要贏在起跑線 其實贏在起跑線 很多都在中途 就已經跌下來了 就是 輸在終點的時候 非常之多 我覺得在教育的過程 其實應該是要找到你的talent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是有talent 到現在 我還未見到一個人 是一無事處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talent 如果是被迫到你自己 不是很talent的地方 其實是害了那個小孩的 我相信 首先 作為家長 不要被競爭的心態 不要被這麼多旁的人 影響了你 還有 不要太受學校的一些 comment影響 我自己是一個挺豁達的家長 我女兒的成績 真的很一般 我兒子的成績之前都很差 但是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如果他自己 自己 他對自己有要求 找到自己一些 passion 其實他自自然就會努力去做 我覺得 你不要 通常大氣就慢成 你不要贏了 你不要贏了起跑線 贏了起跑線 就是很 而且對那個小孩的成長 是很差的 就是 他的心理一定很不健康 因為他習慣了贏 其實對他的成長 是非常之差的一件事 非常之多 謝謝KK 因為 時間關係 大家有很多問題都想問 或者KK 我們可否想多用你半分鐘親 祭祭一行 我們這麼多朋友在這裡 我們拍一張大合照 好嗎 下一位 就是 很特別的嘉賓 剛剛KK也有說 其實 我都覺得人生是一場很長的 馬拉松 我們是否一開始就要 供小孩子犯法來 而去到終點 甚至用半圖 他已經沒有去考 也有很多家長 其實是很正常的 家長 希望自己的子女 望子成功 就算我相信 我身為教師 也都希望 見到自己的學生 將來有好的成就 但一般都會覺得 考成功得好 考到一間大學 就已經找操性倦了 但現在的世界 將來的世界還是這樣 今天我們請到一個非常好的人版 他就是杜偉林先生 Jimmy 你不介意我講一點 Jimmy考會考的時候 考了13分 所以在香港讀不到大學 但是這個神奇小事 竟然去了建橋大學 讀了一個石石河委回來 回到香港之後 在科技界又創業 現在就成為水中銀的董事總經理 是香港科技界 身份科技界的精英分子 也是一個很年輕的領袖 為什麼有這麼神奇的轉變呢 我們一般覺得 很多家長 就算用比學的兒子 我都覺得很生物 也不知道他將來怎樣算好 這個神奇小事 又可以創出一個新天然 所以今晚我們就想請Jimmy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心底話 分享一下理由 好像一個V字形 或者U字形 你的創業之路是怎樣 我相信在中間 一定有一些東西 令到你 為什麼會由一個V字形底 可以由花花上來呢 好嗎 有請Jimmy 很感謝主辦機構邀請我 其實剛才KK說 這個利他主義 我自己本身是很支持的 還有我自己講講話 或者是講書 我自己本身是在大學講書的 那我就有一個習慣 就是實行利他主義 就是怎樣呢 我每次都會準備一些錢的 一會兒我只會有Q&A session 那誰找得最好的呢 這個就是他 OK 因為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不想浪費他的時間 尤其是教學生 我說如果說得不好的話 其實你隨時走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教了四年 在兩間大學 都沒有人走出去的 那因為我不取消職 但是他們都會 他不是為了錢的 因為我看他們取消職 還有一些 feedback 都吃得不錯 所以我喜歡做利他主義的事情 那剛才KK說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很認同的 尤其是他說 在讀書的時候 覺得自己懷財不遇 OK 那我自己呢 從小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雖然呢 我在學習上高 其實是一點都不聰明的 那呢 我有兩個兄弟姐妹 我是最小的 一個哥哥 一個姐姐 她們兩個呢 就是 從小到大都是那些 State A 那些所謂的 Teachers Pat 那我哥哥呢 就和我不是同一間中學的 那我姐姐和我同一間中學的 那我姐姐和我同一間中學的 首先呢 就是時時都聽到 那些老師會跟我說 杜偉良 你學一下你姐姐 那這個 我不知道再好一點 這就是什麼經驗 我都是很多的 每天都聽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就是上課 喜歡問老師 比如老師說 陶宛明說什麼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我就會舉手問 我說 你是陶宛明嗎 你怎麼知道 那通常問到最後呢 就是 老師都叫我 各位來你收聲 那其實我都不明白 你怎麼回答我 就行了 為什麼要我收聲 那 那 這些都是不同的學生來的 我又不是說要搞事 就是我不是那些壞 什麼群黑社會 啊 吃煙啊 飲集 我不是那種人來的 但是我很多問題的 我是一個問題少兒來的 我很喜歡問問題的 那我發覺 其實他經常都不回答我 那算了 那 再說我哥 我的哥哥更厲害 我的哥哥是整個區裡面的 是一種封投准來的 讀書又厲害 運動又厲害 又是 他是醫生來的 其實他很厲害 讀書又大 又是 那些人會說 認識我 是 叫我哥哥叫杜偉林 杜偉林的弟弟 從來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只是叫我杜偉林的弟弟 那 但是我小時候都覺得自己還才不語 那為什麼呢 那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讀書不是特別厲害 是因為我沒有興趣去讀那些東西 但是我其實很喜歡看書的 我很喜歡學習的 只不過我看的書和我學習的東西 不是考試要我考的東西 OK 不是考試要我考的東西 那 那 我最記得我的主念點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當時 在學校裡面 我是不是讀書厲害的那些人 那 那老師通常都不會太理會我 其實除了我 就是我看的腳收聲之外 那 我就 雖然我高很大大 但是呢 學校都算不完好 他就很自由地 讓我自己坐不同的位置 我每次都很八卦 我每次都坐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 那些同學又說 我阻礙他 我不是OK 其實我自己就喜歡坐前面 那坐前面 我記得有一次 老師走進來的時間 他拿著一個 一本 就是一張模式 那我就很喜歡問問題 所以我都說 我很鼓勵一些人問問題 我就說 那張是什麼來的 五眼目色很漂亮的 那張表格 那是一個 那些 一個叫做知休學生 那樣 說 我們可以 當時第一屆 我記得是董建華先生 做一個 什麼知休學生培育計劃 那樣 我就很發覺地問 我還記得一個老師 是這樣看著我的 你呀 但是我又很面皮很厚 我一問 是呀是呀 我很想參加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只見了一張模式 五眼紅色的 就問他 那他最後呢 當然 我知道老師韓下入來的時候 其實心裡已經有 你不算是那些 那些建合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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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有份 那些 那我又有我的面皮很厚 我就說 很想 這esar活生參加 他又不好意思 我只怕她給一個眼神 說 You're not qualified 但是 我就不管誰 我問 最後呢 就面皮厚 經常分開他 我 有時候問他 我去追問 最後呢 那他就很 很 不自願地 給了那種方法去參加 好像拿了兩個人 另一個人是北韓天一的人 我就是那些奇怪怪的 最後去到那個地方 我發覺自己做了很多測試 他說我原來是知休的 他說原來我是那些思緒 會跳來跳去 不是那些坐定定乖的學生 所以我經常都這樣說 香港教育制度肯定不適合我 我自己很清楚 剛才Rebekah介紹我為何可以有會考文革 跳到去英國讀書 然後去劍期畢業 活躍永遠 這些東西其實全部都不是只有我的功勞 我覺得我很感恩 我有一個很supportive的家 我家不是為何大富人家的 我很多朋友啊 同學仔全部都是副二代 我完全不是的 即使我三個姐姐都是考津畢業的 但她是考了學金的 我哥哥是讀醫生 不是因為他們是那些 那些冥魂莫族啊 那些游水很大 贏了起泡孫的那些 全部都輸了 我們肯定是 因為我們世界不如長大 因為世界的地方會鑽石山 那些部屋區啊 洗子區啊 我們是一個奇蹟的 完全是一個奇蹟的 很多奇蹟有八卦 我其實很八卦的 然後看一看 一些大廈好像都想收我 或者去試一下行不行 那我們其實很自發性去想找機會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 當時又是截著口臉皮 幫到我去這樣行 因為今天的題目 或者觀眾或者聽眾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所以每件事都清晰點水一下 那當我做生物科技先 OK 其實做生物科技現在 就是叫做一個香港 我經常都說是西伯利亞 因為其實沒有人做的 其實我們做了這間公司 應該就是五年了 現在叫上傳叫做唐萊 開始人食一下 那我知道他們說 上至特首 下至於官員出訪 除了說香港是一個金銀 就是市場之外 其實都會講過這個名字 就是會跟外國的政府 或者跟外國的商界 香港的公司叫乖 就是盡水中能 其實是很厲害的 這個店 但其實我們實際上 跟拿獎錢或者政府支持我們之前 其實是很分別的 正正現在 就是某人說 風吹來豬都會飛 我們就是那隻豬了 就是吹氣了 但是我本身做的事 我當時為什麼進入什麼公司 可能先說回 我怎樣進入創業的行業 其實我畢業之後 我的班裏面 先說我讀書 我自己本身 第一個 degree 其實是讀時裝設計和紡織 其實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香港人是沒有人讀的 那當時為什麼讀這科 就是因為覺得挺有趣的 覺得好像有些時裝 很fancy 讀完之後 做了三個星期的東西 在倫敦的Christian Dior 那我當時其實很 就是挺有苦力精怪的 因為你做的行業是要搞這件事 現在我剛才開玩笑 說去那些 村民的人問我是不是搞藝術的 那我不是的 我做生物科的 原來我也是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 讀完之後呢 我發現三個星期 不太適合我自己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說 不想試做其他東西 那我想報考其他的一些科目 繼續去讀 因為當時那三個星期 是讀完第一道 degree 然後在想 究竟我繼續去讀一個master 還是去做事 那我發現我做的東西 不太適合自己 那我去試一下 試一下試一下 又八卦又八卦 就是家裡的朋友跟我說 原來劍團有科是讀Engine的 未必一定使你 first degree as engineer 只要你是science degree 那我沒理由 讀九五大塊的科 怎會申請得到呢 他只要你是first honor 你就可以申請 不如申請 那我申請的時候 發覺他又給我interview 那我就準備好了 總之有請interview 對明給我的東西 我肯定輸會給我 那我就去做了 那真的收到我 我記得他當時面試 我其實完全不是說學術的東西 又是問一些九五大塊的東西 其實問一些很奇怪的 是你想不想不到的 那收到我了 那我班裡只有一個 我不是一個 Engineering first degree 但是一個 postgrad of engineering的人 然後我讀完了 大部分同學基本上都是做投資銀行的 或者92個都是 我記得我班有50個人 45個人是做投資銀行 或者是葛收人士 其實沒有所謂的 所有名牌大學畢業生 都是這些出道的 要麼是做葛收人士 還是做IBank 無論讀什麼都好 那 出來 然後我就沒有解決了 就回香港 OK 那 不是 回香港 我當時在英國做了一間工作 那一間公司是直升機 飛機公司 很有型的 他們做了一些 戰鬥直升機 有些咬不切 那 覺得很悶 因為KT也說了 以前那些電腦是很多限制不讓你看的 尤其是一些軍用的公司 我自己覺得當時不是很尊重 因為我明白人的 OK 我不是尊重 不是因為它歧視我 是因為它做事的敏感度 我明白的 就是我那些是最高的技術 所以它們是不會讓一些非自己做人接近的 所以其實我走過一些工廠 他們都要求求我 那我就覺得 不要這麼多的操作 我可能會用MS 當年有些人忘記了甚麼是MS 當時是用MS 我發了一個訊息 我即時收到IT部門 說我fuse YouTube的訊息 是很搞笑的 那我就不喜歡 我自己是靠著 為何還要這樣做呢 那我回到香港 那是過年 因為當時我讀六七年 我在香港讀我的電腦 機緣頭合 我來這裡有一個國內的朋友 反而在問我 說你是在外部讀書的 你懂英文的 OK 他正正是想創業 OK 那我就問我想不想幫他一起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說 那反正我讀完 那蘋果 我當時呢 我跟我的教授說 我會繼續讀PhD 他其實給了我做一個PhD candidate 老實說 我當時如果繼續讀PhD 所以不要回來過年了 我過了年後才回去 那我就過了年後 就不要回去了 那我反正這個想法 我回到後跟他說 對不起 professor 我不繼續讀 他其實說 他... 因為他幫我申請了 最後一段時間 其實到現在他都沒有跟我說的 因為我明白的 因為他幫我申請了很多事情 搞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沒有讀 那... 但是呢 就是我沒有讀之後 做了什麼呢 就是跟那個國外朋友的創業 那... 我第一個創業基本上 是國外的 我沒有回到香港 在香港的網絡 其實我英國就去了國內 那... 我從兩個人的公司去到... 其實那個公司才叫做好成功 不過現在大部分人都想 現在這家生活科技公司 那個公司其實很成功 我們做了四年之後 經過在深圳的創業板上市 那當時我二十七歲 那當時沒有那麼帥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人都覺得 是找不到好工的人才會創業的 我創業的年代啊 我都說 我這些同學都是去做合資銀行 或者做合資銀行 我記得我第一份人工呢 是多少錢 大家猜不猜到 我第一份人工只有兩千五百元 你傾氣都還好 我傾氣的位置 那是一百五元 我當時有兩千五百元的 人民幣 人民幣當時都比港幣還還要大 那二千五元其實什麼都不夠的 那一邊一邊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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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他逼我做伴侶 到最後他當然我很感恩 我家人沒有需要我燈油火 我不是家要養家 所以他給了一個機會我去試 但是剛才KK都說青年人的上游力是什麼呢 我經常說青年人是有上游的技巧 絕對有上游力的 那上游力 我覺得現在的感覺是他們想即時贏 要快 要不用很辛苦 明天創業之後 下個月就賺了很多錢 不然不知道是密碼運 還是Facebook來修復的公司 然後就可以做發達的了 我自己當時在國內應該說 五年了 我記得當時我的朋友買了一些皮鞋給我 我是不穿得出去的 因為是塵埔飛揚的時來的 我去的地方在哪裏那麼多 不是飛行行業課程 而是坐火車的 可能是要坐在廁所旁邊 很多地方基本上的地名都不適合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銷售我的東西 買他們的東西 我第一個創業是做電子的 which is 完全同我讀的那些 即是經常講 讀引擎一點 引擎就什麼都懂 正如有些人的謎論 覺得國事就什麼都懂 其實不是的 引擎有很多種的 chemical N 和 civil N 已經完全不同的東西 當時我的朋友說 反正你讀引擎又懂英文 你就懂得做東西 那我就幫他一起做 其實我都是從這個 可能是science ABC 開始做的 我開始做一些叫industrial electronics 做一些什麼風能 太陽能 感應佳業 或者作種之外的方法 這些東西其實是當時是很新名的一些行業 做完之後 從去做產品設計 去到最後自己做廠 然後被人收購上市 那是一個挺好的經驗 但是說回來 現在講話好像很風光 因為成功了 OK 但是當時我從2500元開始 其實我回來的時候是很心心的 因為最 evil 的是什麼呢 是比較的 OK 你回到我同學分創的 或者是在做銀行的 可能他們剛才說分衣仔 分的 bonus 十幾個月糧 二十幾個月糧 他們洗衷很輕易 尤其是在捐錢裡面 你沒有那些 你賺了2500元 你可以做什麼 這個事情你自己 不要說什麼買樓 草臭期沒有這些東西 OK 另一件事就說 年輕人就說上樓不到 因為沒有錢買樓 我自己覺得這是很離譜的 真的離譜的 我自己沒有任何業 我先調查一下 我自己沒有任何業 我錯過了買物業的時間 但是我自己都 如果要配合我自己的7% 我都覺得價錢是浪漫的 現在人們可能說 勤力複幹 不是複幹 就是複幹 就是你爸爸做了給你 那這樣社會的不平衡 其實在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你們應該要有樓 或者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指標 OK 以前成功的指標買樓 其實都不是容易的 我覺得 我看過以前也不是容易的 只不過是說 現在就是超級離譜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說回我做生物科技 我由一個一個跳 由做電子 去到做代理 去到做生產 然後exit了 再跳做生物科技 其實我做生物科技的時候 我整班同事都表我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整班同事 基本上大部門 都是有一個Doctor title的 叫做PhD 或者叫做什麼博士 他說Jimmy你什麼都不是 你怎麼做 我公司的主意 但是我經常都說 尊重 這句話叫respect is never given 你一定要是去做 去賺回來的 PhDK也都highlight了一個 我覺得現在學生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什麼呢 就是學習能力 你看到我的步驟 是從一個九五八八的科 然後去跳去 去讀另一個東西 說就很容易 但是背後其實你慢慢 跟他要溫習 去讀一些最簡單的東西 要經常問很多問題 很多面膜的東西 然後你才能夠有這樣的轉型 和一般的學習 這個學習能力 其實很多時候我見到 可能很多人都是 我考了一個事業之後 我都不做 或者我讀這些科技做這一行 我很喜歡請 如果我請人 我很喜歡請一些 完全不是讀我的科技的人 只要聰明就行了 其實我都 experience 了 我每個公司都聰明 這些聰明當然都是聰明的人 有些是外國讀書的 有些是香港讀書的 香港讀書通常都是 讀國際業務 就是最最高的科目 但是我見到那些學生 其實是很聰明的 一流的學生 比我外國的學生更聰明 但是他們沒有人 剛才都說過 不會有人讀生日子 不會有人讀工程師 我問他們讀了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讀什麼 有時候說 但朋友現在有時候都會 refer 他們因為現在是 I-Man的難請影響 有時候都認識一些朋友 或者我們股東都是這些人 會 refer一些學生 他們說 那究竟在裡面做什麼 其實真的拍一下印 弄一下powerpoint 和說在一些 我們去engineering的公司去做事 或者是一些BioTech 其實很興趣的 做的事情很多 做BioTech 基本上是一些 很笨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 回本時間非常之長 OK 不是說 下年有成果 或者是下年有產品 不是的 是你的錢 扔到鹹水海 扔了很久 都未必有東西看的 我們要很慶幸 因為我入了公司之後 就很大高闊苦的事情 不適合的就要走 就是回到大學 因為有些大學的家屬 不適合做商品化的 就回到大學做研究 因為小公司是要有些商品化出來的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投資是很大 OK 基本上香港 我不會罵政府的 就是在這裏 因為香港科學院幫了我們很多手 如果沒有香港這些 環境機構 就沒得了 即使我們籌了很多錢 都很快就消滅了 這些是很長時間的事情 所以如果家長跟我說 有些科目做的 你這裏 好像做得很風光 OK 是不是有發大機會 我通常都叫他們不要回想這件事 但我會覺得 最初我想問 為什麼我會當時 我會有一個創業的成功 其實我通常都創業了 通常都創業了七八家公司 只有兩家是成功的 但這兩家成功的 給我得到的東西 不要緊的 全部關閉了 所以我不成功的公司 那現在公司 為什麼當時我會進去呢 其實大部分朋友都不看好的 全部都說 這些時間又長 然後有間公司又沒有市場 又這麼高峰 1992%以上 一年就死了 然後現在公司是13年來死的 那你肯定自殺 還要投資這麼多錢 我當時唯一一個理念就是 我都跟學生說 就是說 你要對社會有承擔 這種社會承擔是什麼呢 但我見到這家公司在做的事 是說產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東西 這件事是全球的人都需要的 這件事是全球的人都需要的 而我們做這件事 正正的補足到 譬如你前一陣子 這陣子見到Johnson Johnson 說的那個泰國球民 說的那個法律 他們可能不對人體有偉大 他們可以買的 我們正正正在做這些地方的東西 他們沒有犯法 但是他們有害的東西 我們正正在飛行人做的這件事 而這件事我見到 是有社會價值的 我就是因為見到這種社會價值 也覺得自己沒有理由 只是想著要賺錢 只想著要買樓 如果我只是想著賺錢 我只是要買樓 我肯定不會做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青年人 其實有這麼多這麼低的青年人 以及互聯網 創業成本又低 我很欣賞那些 正如這個功德的樣子 有些社會的任務 我自己因為當時的社會任務 每個人都說我懶惰 就去那間公司 當然了 我們現在這間公司的回報 已經有兩百倍了 到現在 五年之間而已 那些人有兩百倍的回報 但當時是一些很愚蠢的東西 我希望現今的學生 可以多想一些 不是去怎樣賺錢 只是放在自己的口袋 想著去買樓 想著做甚麼 而是真的想想 我自己這個年齡的能力 是很大的 他們可以做到的事 想多一些是怎樣 真的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好 是很多這些工作 一開始或者 覺得是沒有前景 沒有希望 但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不孤單 其實香港越來越多 這類型的人 所以就希望他們 會多加多一些東西 而在做今天很多教師 有很多校長 我都希望可以 鼓勵多一些他做的事 或者他發覺多一些 當年好像我那些 這樣問一些 可能經歷男同學的學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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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坦誠 好熱誠的分享 其實我很高興 聽完會說之後 由我帶你一大字年紀 可以做得到你媽媽 但我覺得 這句話 出自一個明天的創業家口中 就是說我們做生意 我們創業 是一定要對社會有承擔 也能夠為社會製造得到 有更加多的價值 我覺得這一點 是我們兩千人的忘記 我知道在座國 可能有很多東西想問 所以我這次不想問了 給了在座台下 有沒有觀眾想發問 好 或者我們右邊 我右邊最高的那位 好 我就這樣說 其實人想問一些比較私人的意義的 除了說你家裡都 就是阿哥和姐姐都很成功 你自己都很成功 你爸爸對你一開始找到小事 會不會有些疑問 其實有些疑問 有些疑問 其實他不是我們拍攝的東西 謝謝你的問題 首先其實 我先有disclaimment 我講任何東西都是純粹個人意見 或者我自己學會的意見 我很慶幸 其實我家人從來都很支持我 反而這些怨言不是由我家人 是由當時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女朋友 反而是他們說這些話 其實你感覺好像 其實老實說創業 很老套說的 從來都是很孤獨的過程 但你看到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看得到的 我爹地本來都是創業的 所以他都支持我做的事 雖然他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我媽媽從來都沒有care過 她都很支持她 這個很感恩的 亦都這麼說 我沒有需要有家庭的經濟負擔 所以我可以去試 但是我身邊有些說 憑貝的比較 他們分了 拿一個工來買一個跑車 去吃東西的地方很漂亮 請人喝東西 你反而要自己平衡 所以父母的家庭的支持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要想著 隔壁的兒子可以給一萬元家用 但是我這個兒子 沒有家用可以給我 我相信父母的支持很重要 還有大家看到 其實一個孩子的成長的經歷 大家完全不一樣 孩子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才能 亦都他成長 或者他成功的因素 是沒有很多 我相信父母 我們是否真的要放手呢 讓他自己去找自己的出路呢 我剛才看到後面的那位 你試用給了什麼想 好多謝你來啊 Jinder 因為最近香港的噪音大部份都在香港大學 這裡在座都有香港大學的學生 剛才也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問你的問題 因為你家裡的背景也有家人讀書很厲害 但你開始講了一大段 是講你自己去適應現時 你那個時代的教育制度 或者教育模式 如果我想問你 在你現在覺得 不是你現在去讀書 現在的學生 你覺得如果你想給他一個模式去教育 你會選擇一個什麼模式呢? 譬如現在有很多家長 有一個外國人和一個香港的女士 他就有兩個女士 兩個女士 或者其他的孩子 帶他去全世界 拜一個浴室 然後有些呢 手下腳隨鞋 他在田裡 有五個教育 五個小孩子的學生 的校長 香港其實發牙了很多教育的模式 如果給你 你會覺得 我讀書 有一個這樣的 complaint 或者不適應 whatever your feeling is was 如果給你 你會 suggest 一個什麼模式呢? 多謝你的問題 我本身不是教育家 但是我自己想的是什麼呢? 我想回身邊的朋友 或者自己的case 有很多朋友 他們贏在起跑線 也都贏在終點 未必一定是贏在起跑線 輸在終點 當然很多朋友 是贏在起跑線 輸在中途 終點都去不了 我自己就是從來沒有贏過起跑線 我都終點不知道在哪裡 我都未見到終點 都是在跑 但你問我 反而我覺得很認同Rebecca也好 剛才KK說的也好 其實每個人都有她獨特 一定有她的場處 OK 這個場處 究竟我自己當時 我覺得自己懷罪不瑜的場處 是在於我不是這方面的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厲害的 這個其他地方 真的要給點心機 不論家長也好 就是教育者也好 因為現在 我不知道我經常聽過 家長就推給老師 說老師來泰國 家長要運職 但是我自己很慶幸 就是我當時家人未必賺很多錢 但是他們開一間市多仔 經常都陪著我們 其實 經常都發掘一下我 要帶我做些什麼 很多溝通 在過程中 其實我感受到他們支持我 即使我走一條不同的路 都好 其實他們很舒服 很支持我 令到我覺得 雖然學校不認識我的場處 但是我自己知道 那些場處 如果家人不認識我的場處 那這件事 我又覺得 Case by case 就是我的Case 我覺得是很慶幸的 但是你問我 整個模式是怎樣 我不認識的 但是我反而只是想 Focus on 每一個人聽自己聽 有他的優勢 我希望他的優勢 無限地放大 我希望造就到一個環境 他無限地放大 如果他是適合讀一些本地的中學小學 不需要讀國際學校的 那就讀回本地的中學小學 如果他是讀不到一些傳統名校 要很競爭性的 要個個都是要最厲害的 那你放在那裡做什麼 可能有depression 又跟不上 又要留級 然後父母又要擔心面子問題 即這個每個人自己有他自己的場處 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 非常感謝珍妮 一位私心的教育工作者 就是留育分博士Esther Esther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專業顧問 也是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人員顧問 以及賽馬會校長創技啟程 創技程計劃的首席顧問 也是前加敏中學的副校長 Esther 我知道她很積極地推動新大規劃教育 有智力盤分輔導教師 她也認為生涯規劃不應該局限於工作和職業 應該好像剛才我們討論了很久 就是希望學生可以找到自己的歌人能力 發揮他們自己的潛質 我們現在常來邀請Esther和我們分享一下 在一個教育圈的副校長 我們有個朋友 叫我來幫忙說話 我上個星期看清楚今天其實是做甚麼 然後我就想 為甚麼叫我來呢 其實我 那兩位講者說話 我在他們身上學習得了 創意、創意、教育、秘來的課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不如說回你們經常說的那些生涯規劃 但我知道在座已經有人聽過 無數次的那些生涯規劃的事情 我自己有時都覺得挺沉悶的 老實說 但是能夠來到大家當中 我都是一個我自己 真的向其他兩位嘉賓學習 和大家 那些我自己對未來 學習的一些看法 那 我剛才坐在那裡 我已經想到一個很有趣 做教育的人 是很緊張的 甚麼 有沒有PowerPoint 但剛才那兩位有沒有PowerPoint 沒有 做教育的人經常問 有沒有20分鐘 他們有沒有看外表 沒有的 終於講多久 有沒有稿 沒有的 我想這一個就是 有時我會想到 我們活在一個不太同的世界 當我們在一個 受很多框框限制的時候 你自從那個發揮 就是講回你的經驗 講回你的體會 可能已經很不同 Sorry 我是做教育的 我都是用那個PowerPoint 要跟一跟 我不認識兩位講者 即是今天剛才吃飯 先頂次 跟他們 Sorry 我發覺 我們三個人 希望講完之後 我講完之後 可能會看到一個共通的主題 而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已經發覺 我也是想到那樣 如果我們未來的教育 我們已經有技術 又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又有很多不同的方程 又有很多不同的道路 我們還要去思考 這位是世界知名的拍攝師 我從Youtube中看到他一個 很好看 你們想回去找 叫做 8th Track 他訪問了五百位非常成功的人士 其中好幾位是諾貝爾登場者 另外還有很多Bill Gates 很多公司 大老闆 各行各業 各個Discuit 他跟他們聊天 聊了很久 最後終結了 這班成功的人 他們有8個很重要的成功特質 你自己看到了 都對 都對 你找回那個方法 你找回那個方法 幫你慢慢聽 你就很明白 原來passion很重要 剛才Jimmy說了 勤力很重要 他沒有說到 他每天做幾個小時 他做不到 Focus 聚焦在那些你很投入 集中 做到好為止 長遠為止 讓自己不斷有動力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不再說下去 想去怎樣 然後去 elaborate 其實有很多相連系的 skill set 我們可以考慮 但我想說的 不是說 我們怎樣去 nurture 去成就我們今天的學生 今天的年輕人 有這些要 有這些要 我要問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在蔡馬會府場創理程 計劃成立 有一個 kick off ceremony 他們的主席 說了這番說話 meaningful life 因為有意義的心理 是關於realizing potential 實踐 你自己個人的前則 剛才KK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talent overcoming adversity 怎樣都會有困難 一定有 怎樣我們可以跨過 面對這些情境 但我覺得是 今天我把所有我 那些powerpoint 那些生理規劃 那些powerpoint 全部扔掉我 做回這一張 就是因為第三句說話 giving back for the common good 我們有些什麼 給予社會 我們以為整個社會 為什麼要說我們以為呢 好像剛才兩位講者都說到 很多時候是 我們覺得社會這樣看著我們 以及這樣看著我們的年輕人 成就 是用你有多少錢 你要享受到什麼的生活 你有多大的名氣 拿到什麼獎 去量度一個人的成就 我又可以回想 我們的成就 是measuring by how much we give back to the common good 我們給了幾個社會 或者我不能說 如果這個社會 因為有我們在 有我這個人在 令到呢 這個社會是好甜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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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有價值 我們要做教育的時候 然後 要將這個信息 將這個想法 跟我們的年輕人 去分享 如何給回答 如何給回答 如何在我們的教育裏面 如何機會 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嘗試 體會 參與 去給回答 the common good 我自己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 業餘 做得很開心 因為四年裡 我面對過很多不同的嘉賓 我早前做了一個系列 就是講明德系列 明明德系列 我想一下去創作出來 就是 我想請每一間大學 他們都有一些學生 有一些教授 他們來跟我們講一下 究竟他們的同學 如何去承綻社會責任 大學如何推動他們的學生 去確實一些社會責任 推動社會前進的projects 我聽了很多 我發覺原來現在香港每一間大學 基本上他們都有一件事很 common 就是在推動service learning 服務學習 就好像我們中學 OLE裡面 是有voluntary service 一樣 因為我自己是中學出身 我也是經歷OLE去做 為了要措事 受同埋報大學 我以為會高分一點的那個年代 我非常之反感 所以開頭 我大學講服務學習 特別是某些大學 每一個學生 你畢業的時候 你必須pass the credit 你是要做個服務學習 我有很大的question mark 會不會是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反而令到我們參與服務的本意 扭曲了成為我們拿獎牌和草人仔的一渠道呢 但當我做完整個系列的時候 我看到不是 今天跟大家找到一兩個 你可以去看他們大學做過甚麼 這是理工大學 我選了一個他們的project出來 就是他們跟desiccline的學生 聚在一起 半年的時間 想一個他們要推動的一個服務計劃 這個位置就是他們為一些更新人士 我特別需要的人士去設計時裝 參與的學生 他們有來自時裝設計的 有來自工程方學的 即是不同專業的同學 他們聚在一起 有一個共同的mission 即是共同的目標 去做一件事 為了這個社會裏面 有一個群體 可以在過程裏面得到一些幫助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想看看 他們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好的計劃 看回他們的一個newsletter 1415年他們的風暴光群體是騙及 不可以說全世界 澳洲好像沒有 東南亞有很多 有非洲 當然裏面沒有說過他們在做甚麼 但你去看的時候 我會發覺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不會有一個專業知識 他將來未必做過一份工 但他現在一直在學這個專科的時候 他是跟另外幾個不同科系的同學 聚在一起 有導師的導引下 他們在想為何我們各人 可以用自己的專長 令到我們聚在一起 可以幫人解決問題 這個是科技大學的 另外一個project 他們叫做site 視野無佳 我做了少許相片 我無法掌握到這麼多 他們這個就是去到柬埔寨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哪個project 是柬埔寨 對 柬埔寨 他們分類 一對是做硬件 一對是做軟件 一對是做軟件 軟件是做software 可以去到很貧乏的地區 他都可以去帶到適當的藥物給他們 當中牽涉到怎樣 把藥物放在一個箱 箱箱怎樣設計 另外一對是說programming 怎樣去規劃 令到軟硬兩件事 拍在一起 真是一個solution 我做得詳細看 但為何我製作這張照片 即中間nees的照片 是由想起問題開始 即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所以Jimmy為何這麼成功呢 我真的很怕 即是不斷去有問題 我問你留意環境 你留意人的需要 你才會發掘到 因為你需要解決的問題 由你能夠參與任何個場地 即是大學生 大學生 他們可以做到 讀大學有這麼多知識 大學有這麼多資源 有這麼多coach 去幫他們 他們當然做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女孩的故事 她叫做天男 她現在應該十一歲 她開始有一個社會行動的時候 她七歲 好像聖經這樣說 她說不要叫人小看你練習 可不可以做這個 謝謝 那些是10元的貨版 那些是20元的貨版 那些是25元的貨版 那些是30元的貨版 我們這些都是為了 我帶他來的一個 這間總是有一個 我帶你來的 這個 自自實實地相愛 就是經歹 在上去 都不會挺緊的 好像比較會熟大人的 他就跟我說 有相方的基金是否認同 我說好 你想幫你給自己一個辦法幫忙 他就說我幫你幫忙 我跟爸爸有一點覺得好笑 不過你都鼓勵了 你就試一下 然後又不是想周圍 周圍 周圍的人 就是給姐妹 家裡的人 朋友 姐姐的朋友 就跟他們賣 賣了整個三年 幾年 三年就開始接近一萬 他就覺得要達到這個動機 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自己主導 要講明證 教會講明證 教會講明證之後 我們會去 不論有機會在不同的教會 不同的地方 加上有十三二十的教會 或者是學校 我們會去參考 好 請大家可以去拍攝 好 請大家可以去拍攝 剛才那位媽媽是我的中學同學 我去我七年的中學同學 所以她的女兒七歲開始買的時候 我這些阿姨就是要表支持 然後我每年去跟她媽媽聊天的時候 都跟進一下現在的情況 她都還不繼續做 我記得前兩年跟她媽媽說 其實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 因為她長大了是怎樣的 我七歲的小孩子 因為她看到一個 我忘了她說哪裏 是巴基斯坦 她看過一個巴基斯坦的 不知甚麼片 紀錄片 她心裏有了那種感動 她很想做些事 家裏支持她 透過她們的網絡 令到她可以去到那個小生人前 身體力行 還要怎樣 是有一個持久力 有一個目標 持續跟她的受助者去接觸 如果 又不小看她是小朋友 只有七歲 七歲即是幾年班 二年班 二年班 一年五年班 我覺得很神奇 當然我身邊不是認識很多很多很多 好像天馬一樣 我認識很多年青人 她曾經 心裏有一顆種子 她是想某一些群體 看到的需要 她想幫她 不過怎樣 可憐 十錢 這個 無論作為家長 作為學校的老師 因為她們有很多時間的 就是在學校 作為社會裏面 她身邊的群體 她想去實踐 她想到一件事 她會去做 這本書是好看的 跟今天的課題都挺有關係 她說到未來的三個方向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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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般的學生 我什麼都懂 各種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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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 不是很好看 她說 未來其實我們是要 我們各種都可以懂 但我們是在我們一邊 焦點的範疇 我們要成為 專業專家 第二點 你便 connect with 其他專長的人 令到 大家一些共同的 mission 可以透過 不同discipline的合作 相互 組織在一起 便能夠成事 這就像 理工大學和 University 他們在做那種 service learning 的模式 第三件 其實是回應 剛才Jimmy說的 我們不是純粹 以賺到多少錢 和多快 拿到一個明星和金錢的回報 來量度我們工作的成就 而是我們做一個produc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貢獻 在群體和社會裏面 我留在這個工作 我做了這份工作 因為我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在裏面有passion 因為又和我一起做事 做得很開心的人 以及我們所做的 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社會 是會帶來一些好處 原來世界上不同的人 無論學者 前陣的企業家 很成功的商界 的領袖 他們是在說很接近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懂 所以我不需要和他們交 但是我們還是在想 很累積 我們怎樣從今天這個workshop 開始透過innovator 你們正在繼續 一個平台的推動 我很希望就是 好像剛才講 有一些空間 機會 平台 在這裏 無論幾年輕的人都好 他可以做一些 對有利的事 好處的事 幫助到某些群體的事 你們不說了 小小說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是甚麼 好像我不說一下 不安當 我們創辦會館長創立程計劃 其實我們說的生涯計劃 都是很想帶出剛才那些的概念 就是讓他們參與 認識自己 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去做權責 如果你說有一個價值的判斷 我們都相信年輕人 他們裏面有很多的潛民 不過 給很多重重的關卡 或者他有一些的錯誤 某一些的難處 令到他 我想在社區裏面的年輕人 他沒有了那個參與的動力 和很多的困難 這不要說了 但我們要做些甚麼呢 其實都很難的 我們要推動學校專業人員發展 我要做一個平台 讓很多不同的資源 可以讓家長 去接觸得到 讓學校的老師 去接觸得到 其實在這個層面來說 我們都是做一個Innovation 但我們需要一件事 就是讓我們的年輕人 喜歡他們還在學校讀中學 可以接觸到 像Jimmy 像KK 今天 和我們分享的 他們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目標 以及奮鬥 有理想的人 和他們去分享 和他們去見面 和他們去聊天 和他們去聊天 把他們的生命活事 去感染 他們還是在學校裏面的年輕人 他們的世界 比較寬 他們的月景 比較大 就少很多 剛才有一位同學說 不是我 我是考三十五分 五科 即是七個五星星 那我怎麼可能 不是讀Medic 或是Global Business 我覺得這個人 真是傻到不得了 為何一定要讀那些才行 所以做生命規劃 不是規範 其實我們是一個Liberation 一個解放 一個讓他們重新再認識 再思考 他們自己和社會之間 可以有什麽的聯繫 可以有什麽的參與 什麽的關係 好 喜歡就去我們的網站 Facebook 又或者你有興趣去接觸一下 我們現在有二百多間學校 又是我們Club的成員 是我們的網絡 他們都可以用到我們的資源 他們都可以 我們都會在社區裏 去跟他們做一些 career engagement 接觸不到的朋友 發揮他們的創意 有一些進入工作場景 去了解增長的機會 如果你都有這些空間的話 請他們跟我說 我今天帶了一些 Canvas來的一間園場 可以在門樓拿 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工作 多謝 非常之多謝Ansa 真是好有教育工作者 在我們當中 他把我們剛才聊天的說話 寫得非常之好 還有你剛才說到 我七歲的小女孩 將來會是怎樣呢 我可以說 我自己研究有一個例子 在加拿大 有一個女孩 我記得她是幾歲 因為我幾年前 在那邊 把她去 她是六、七歲的時候 看到在曼天雪地 看到有一些老宿者 在那裡 很慘 沒有家裡花 沒有東西吃 我相信是上天 給我們的善心 她回去跟她家人說 我很想幫助這些老宿者 媽媽說 好啊好啊 心想你做到什麼 只有六、七歲 她竟然拿著她 回去學校 跟一些老師說 我想幫一些老宿者 幫個財富 我覺得很多時候 因為周圍被一些人 他們送進去 他們沒有計算她是否可以 雖然心底覺得 還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呢 他們都是幫助她 她就逐個班房 籌錢 那些同學 當然有些少許的圈給她 她不僅僅說 很大膽 又去她的伯母 家人那裏 七千朋友那裏 又告訴她 有這樣的老宿者 我想幫她們 慢慢慢慢 連校長都知道這件事 校長就覺得 我活得挺好生活 於是呢 現在就盡她 在Morning Assembly那裏 用全校討論她想做這件事 於是呢 學校呢 又發動了一個籌款運動 幫她籌我支持 慢慢慢慢 家人一路一路 就幫她 在社區那裏 又陪了社區人士 又籌我支持 那更加大膽 有些叔叔開公司 走到他們的公司那裏 就跟他們說 我又想籌錢 幫助這些老宿者 久而久了她又 承贏了一個基金 她好像叫Lady Bank Foundation 就是專門幫助一些老宿者 一路故事發展 我就真的看了她的Tag Talk 大家可能聽說Tag Talk 這一個 你不是說很多人 就走上去說話 她真的要很專業 她真的掃了一些社交印象 上來 她們才讓她說話 那個女生 我相信我看過Tag Talk 那時候她應該十七八歲左右 是適合男學的 你就會看到一個神采菲 的女生 很有自信 你看媽媽 十六七歲 我們十六七歲 那時候 跟人家說話 小聲 她是很有自信 站上台那裏 將她過去做過的事 將她指望將來 你知道Tag Talk是很遠的 我十六分鐘 就說了她從前做過的事 她怎樣看社會的未來 她對年輕人 作為她一個同輩 她對年輕人有甚麼忠告 你看完之後 是非常感動 我看完之後 如果世界多一些這些年輕人走出來 我們的世界一定會發展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很相信 你七歲那位女生 張維天涵 也會有類似 你會看到一個神采菲揚的年輕人 就站在你身邊 所以我覺得 今晚真的很開心 想請兩位春秀來 我們再聊聊天 好嗎 我們其實最後只剩下 大概十分鐘左右 請你們 相信大家可能 都有一些問題想問的 OK 先肯定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想問一下 剛才大家很多很多分享 都很感動 我就拉回她去年輕人 因為今天下午 我們跟一些朋友 教育大學的朋友 分享了 我現在 老師面對的問題 學校受到很多壓力 我們似乎 我們看到很遠的面景 非常之好 如果有這麼多年輕領袖 社會要更加好 但我們如何突破 現在我們好像有很多障礙 就算家長 即是身為家長 雖然我現在說 我都很希望我 有一個兒子 好像阿朱田 那樣 我就很容易開胃了 但真的到他 賺了二千元的薪金 可能自己說 夠吃 夠住的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 可以放手 給他去找那個床 我看到家長 有家長的難處 老師 教育工作者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難處 我們如何突破得到 這些重重的障礙 令到我們的學生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可以再進一步 達成他的目標 我記得剛才 Jayme說的時候 她說了一句 我自己很認同 沒有一個現實的場 完全沒有難處 沒有限的之餘 沒有空間 你喜歡怎樣做 我不相信有這些事情 包括在教育界都不會 我其實無故來了 教育前線 都是九個月 十個月 我之前還是在教育學生員 在學校工作 我不會把東西完全去美化 但我在教育界做了二十幾年 近這十年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不夠critical 去看一些教育的政策 以及在學校內落實的情況 很多時候 我們都落在一個比較的圈套裡 我們都比較別人 隔離學校怎樣 隔離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跟年輕人一樣 我們經常說 家長比較 我們自己都是這樣 就是我講過自己 我講過自己 為何我們去挑出這種比較的心態 然後好像剛才我們分享過的 我們在學校內去設計 去提供的 是令到同學可以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 以及我們肯定不同人的特質的機會 我自己教書的時候 我都頗重視和強調的 一件事我和我的同事 都很努力要這樣去做 我經常提醒他們 甚至我都自己笑回自己的同事 他們挖苦我們自己 就是說 追求我們搞了多少學生活動 辦了多少次的義務工作 去自豪 因為做了不代表是做得好的 我們要問 就算每一個學生在高中 他參與過一個活動 或者是一個比賽 有一次長期的參與計劃 但是他在那個過程裏面 他真的有學習有特徴 我們當中有導致 有導致 有導致 讓他好好發揮 以及他不適合學習的經驗 一個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跳得出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工作 是可以輕省一些的 不是 輕省一些不是很有空 仍然是很忙的 仍然是很忙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同工在這裏 仍然是很忙的 但是我們是看到不同學生的照顧 不是果效是出來了 但是我們是交了很多數 其實剛才我一來到 做到Aster和Aster說的經驗 Aster和分享 一些很簡單的 跟我說的 她做些什麼 我即時就覺得 哇 真是超棒的 為什麼呢 其實剛才Rebecca說的 現在這個可能很混沌的時間 很合憑的時間 或者是很寧願的時間 我覺得這些時間 也是一個最好的時間 是有些改變的 尤其是我看到Aster 她在做的事情 包括有馬會資金 甚至是求求 她當時做的事情 其實是在一個很... 我看到是很positive 其實如果我想像當年 真的有這樣的計劃 可以幫到一些疑慮 或者不知道自己的計劃 自己做什麼的話 其實每個人有它的potential 而他們正正Aster 正在做一些release 他們每個人的potential 也正正可以分文三位 講者都講這些 所以其實我是很樂觀的 因為最壞的時間 也就是最好的時間 可以這樣想 所以我是沒有太擔心 其實想於自由社會 自己會挑戰 也有救他們出現 也有錢 所以未必需要這麼難 太擔心 其實現在整個 生態環境都改變了很多 我們看回 我們當中也有一些社會經驗家 也就是good lab 可能大家都會經常來 會發覺到的氣氛 政府都很支持 唯一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教育界 可能本身 就是說制度 大學 學校 這些都是一些很保守 本身 但是就是很保守的機構 要去改變 不是那麼容易 當初我們都有一些 比如蔡校長 還有其他蔡校界的前輩 會不會你又給一些分享給我們 蔡校長 我不是想分享 我可以多個五百元 看看 好 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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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程 或者Escar 在我教育的生涯裏面 其實我們怎樣可能 建立到一些東西 在學生那裏 而他們的感覺到 都會good 這件事才是他們生命的 一個 一個殘難的東西 而不是說 所謂being good 就是 你一成功就是being good 他們所說的成功 在這輩子裏面 他都不一定是賺錢 不一定 但是他們做了 他自己覺得是輝福的事 但是輝煌的事不是社會的good 我們有時候覺得 我想經常和他聊聊天 然後好回來 你做一點點事 忍你都會快樂的 社會都會突擊的 但是對他來說 這件事不是他輝煌的事 我們就說 我們發展到他的潛能 他的潛能就是 我自己自我膨脹 我自我膨脹就是 我feel me good 這件事其實在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做教育工作 其實應該是應該漏還是不漏還是 我們out 其實還在說這件事 這是上世紀的人的事 現在大家都feeling good 這個社會就是good 所以你不要說社會本來 這個問題這麼深 應該都挺好的 我沒有預備了錢 是很不容易的 蔡校長這麼諮詩 他很明白這個情況 我講一次 我跟學生去減徒債的經驗 當然他們肯去 他們都是有一些好的功能 但是去到 做完幾天的服務 去探訪當地的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們本身要做的 他們做了 very good 因為他們 沒有人 十斤 二十斤 那個物資 就去 那便派了 那便派了 他們覺得自己 所準備的事 還沒有做到 好 所以他們很努力 那次 我們有很多division 他們去分 我跟班同學談一件事 就是 我們走到一條村裡 我們見到 女人在這裏 積一隻 全部 不好意思 男士我沒有discriminate 但我們在那裏 我們見到 全部男人 睡得大 那裏有很多 很好的物產和資源 原來那裏的米 是在那個地區來說 是最好的 但是他們沒有那個技術 去做 安靜和出口 跟同學談這件事 原來他們沒有想過 所以 我的印象是很深刻 因為我們就是 要挑戰他一件事 你以為已經完成了 你要做的任務 you feel very good and proud 但是 如果你將對這個地方 那個影響 繼續持續下去 變成一個sustainable change 那就不是你每年回來 20斤 30斤 而是你要想一想 他們這個地方 需要些甚麼的變化 由技術 到資源幫我整合 到教育 到一些文化的因素 他們自己 跟著就想到 啊 是啊 不單止是這樣的 他要 繼續再幫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要用他的知識 去找到那個問題 做一個solution 令那個東西是sustainable 中三中四的學生 他們想了甚麼呢 就是我們買了一百斤芒果 回香港 我們每人大一點 然後把它做了不同的製成品 再賣賣了之後 再generate 了錢 其實都不是完全沒有了 剛才那件事 進一步去思考 那個所謂 doing good for the society 其實 它的延續應該是在哪裏 和怎樣繼續 再令到那個impact 發生 我是很proud of我自己 我是proud of同學 那班同學 他有一個這樣的嘗試 action 我有一張slide skip了 沒有說 就是想說這件事 繼續的推動 可以是其他東西 沒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 不是只看我們完整那個活動 去完那次便完成了 我很喜歡Esta說這種持續性 但是回應後長大師傑說 早上自己自私 可能自私沒有辦法 只是你和我都自私 試問你拍了那張照片之後 你的group culture 你會先看別人嗎 你先看自己 先看自己 看一隻漂亮 這是人的本性 但是反而 我會覺得 其實多些讚賞 我覺得現在的人 不是很讚賞 或者是從自己獎輩 開始讚賞 或者是上海陪的朋友 未必那麼exclusive 有時候他們覺得 做了是英訓的 tank it for granted 但是沒有人不喜歡讚賞 特別沒有人 不會自己拍照 看自己一樣 我覺得多些讚賞 老實說 這不是我厲害的地方 就是讚賞別人 我是自然容易看出問題 就是我看出問題 然後是怎樣改善 然後是怎樣有機會 但是我自己都會學習 就是說 如果我是想去一個正面的改變 他們的話 沒有人會嫌讚賞 是嫌多的 我做了一些讚賞 從小朋友開始做戲 不少也好 但是很多的讚賞 他慢慢慢慢 build up on 這些讚賞 他自己自行 就好像Esta說 會去做的 就是慢慢逐步逐步這樣加深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都在學習 做法 其實學校是一個很好的場地 比我們第一 學生可以真的 就是用那一副天空 讓他們去嘗試 讓他們去探索 讓他們真的嘗試 自己下手下腳 為社會服務 或者看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方法出來 因為出了學校之後 當然大家要謀生 要遇到社會上很多不同的環境 很多人 他們未必有一個 急死上的環境 讓他們去開發 所以我覺得 現在其實大學 已經有很多 就所謂這些叫做 讓這些學生 嘗試做一些社會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推廣到中堂 甚至小孩 像剛才我們說 其實外國有很多很多這些例子 香港我相信也有 就是小孩 他小時候 已經有一個社會 在他們那裡 像你說 你放了一個總之 在他們的心 那裡 可能好像一天都會發展 但是如果在學校 有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又想將陪同學生 將來成為我們社會的動量 能夠改變社會的話 其實是否真的要 由他小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套養他呢 現在大學開始有很多 社會項目 很希望就是中堂 我們都可以私行 給一些鼓勵學生 學手下去做社會 或者做一些 service learning 都可以 在我們當中 我看到 我們有一些年輕的教師 Theron 在這裡 他們就是teach for Hong Kong 香港良師的同學 或者我簡單地介紹一下 其實他們是學學學生 他們不所有之後 就參加了這個project 就去一些 Banktree的學校那裡 做一些教師的工作 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因為他們有很多 新的看法 也都看到他們在一個 學校環境裡面 怎樣去用一個 創新的方法去教同學 我想看你們有沒有東西 想跟我們share 好啊 好啊 我先說一下 你們給半分鐘 你們想一想 因為我們教育全身 EncoGate 其實是一個慈善組織 所有的活動 我們都是靠自己各方面的資源 來支持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在這裡一個很好的環境 辦到一年多堂的教沙律 我們都希望將它持續下去 如果你對於我們這個social mission 你們也有感動的話 很歡迎你把你的dovation 放在這裡 哇 多謝你 恭喜 我們這個工作可以持續下去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我們的行列 成為我們的會員 或者成為我們的義工 也都很歡迎你們 因為在你們的南上高 有一張form 一張是個pensioner 就要看你對於今晚 這個教育沙律的意見 令到我們有改進的空間 另外一張form 就是你們想參與成為我們的會員 和義工 很歡迎你們 在我們前逃到之後 就交給我們這位很美麗 很難過的 我們executive director Tracy 好了 Tharon 你們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對 我是Joyle Vella 我叫Sean 我現在是一間中學道教science 我一直的目標都是想培養一些學生 好像GP那樣 就是對方很有熱誠 很適應到新的環境 去挑戰自己的服務 我就想問一下兩位 究竟作為一個老師 有什麼方法去帶一些學生去探索這個世界 令到他更加有好奇心 真的會嘗試去搖擺自己 培養剛才所說的更重要的適應應 其實真的都是從自己開始的 現在這個網上的資訊這麼多 你真的上去Youtube 有很多information 當然啦 在這個自己開始的過程裡面 其中很重要的是什麼 你自己都要有一個爬掛 因為資訊太多了 他覺得資訊是真是假 是量有不齊的 我覺得兩點 第一個從自己開始 第二就是去做基礎去面臨那些資訊 做了教育的 不好意思 我用了一個幾個教育的名詞 我們要做一個reflective practitioner 我發覺開學童起步教書的時候 就經常想著以前的老師是怎樣教我 所以我這身 你都會有一些以前的老師的影子 好我當然好 如果好像剛才 你收聲 我們學了那些就不要啦 對吧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一個持續的反思 一直practice的時候 你會practice完一課 你問回自己 refla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不要只是講完那課書 就是完成了任務 然後究竟我帶了些什麼 他沒有聽 其實他明白嗎 他覺得沒有興趣 他睡是因為我悶 還是因為他自己家裏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還沒說他已經睡 那就與我無關 但是我怎樣去幫到他呢 因為我們這樣stay reflective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就會進步 非常多謝 因為時間關係 哪一位有個burning question 我見到很多burning hands 這裡有一位 張范先生這位 那裡有一位 或者我們pass the mic 大家把問題說出來 然後大家兩位講者 可以綜合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大家再討論一下 好嗎 那些人是pass the mic 好 不好意思 我站在身上 可不可以 可以 多謝你們分享 因為我都很心同感受 我自己都 其實讀書又不是馬來的 是先做graduation 我都job了三個career 才去找到我現在想做的事 其實我現在都是想做教育 還有我因為跳了三樣不同的career 才發覺 其實如果我之前小時候 是有exposure to這些不同的career 開始去discover我自己想做什麼 那我就現在不需要浪費了我六年的時間去 浪費了我大學和書 都不是讀不回我現在做的事情 那我的問題 其實我對生涯計劃都很passionate about it 那其實我現在都想 現在我二零一六年都開始想自己去創業 去幫這個education sector 去做回 都是幫他們的career life planning 那邊 那我現在其實我暫時都想想 4月尾設一個career fair 去給一些小朋友去 去start exploring他們的options 因為我覺得去到大學的時候 才有一個career fair 可能有時候會太遲了 那因為你已經選了你的科目 那我就想可以給這個exposure 給一些小朋友去看一下 那as一個個人的start up 人家的education field 那我也想問一下Esther 其實有什麼advice給我 是去 去 怎樣去建立自己 去怎樣去reach 因為我都很believe in collectivist power 就是突結是力量 但是 我又不知怎樣去reach 其他人才想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advice 可以給我去 很快問 你覺得他們是有沒有做的 有的 有的 那不是 你幫我做義工先吧 你幫我做義工先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首先 你想做生人規劃 你對那樣東西 你對那樣東西 第一個shift 好熟 你要好熟 所以 你現在有時間的 你可以來幫我做餐廳 那你就是讀書 看看怎樣做 跟我們去學校 跟我們談 看看我們整個model 在過程裏面 其實你會建立到一個experience 我經常聽說 你要做飲食的 你真的要去做廚 廚人未必煮得到 就是做waiter waitress 你要視乎整個東西 究竟那個organization and atmosphere 究竟是怎樣 因為你下單張 或者你找我再聯絡 剛才這個是start up 我們要避免一下Jimmy 或者我們沒有聽到這個位置的問題 我們一起來答 其實我是簡單的想問 我想問一問 可能 或是有另外一位 我想問 其實怎樣看 現在我們的中學 其實他們會課我們補進 其實我的學生 是三點都才問的 因為他們很多課會活動 都有很多的體驗 亦都有無窮無盡的補習 對嗎 那我們可能是有補課 那怎樣看這個生態 中學生這個供課壓力的問題 幫他們一起來 謝謝 我想問 其實我很喜歡一開始的 AZ 用了一些這個 我講的是 在未來很多 經驗的英文人 都認識得了 或者有些新的東西 都會創造出來 我想 有一個很很starting的問題 就是 其實學校這件事 是否需要在美容裡存在 教育 是否一定要連結給學校呢 其實網絡 代表我們很多知識 也許剛才有幾個例子 可能天南 可能加拿大的女生 或者 在股花的女生 在十幾歲 已經標了一個 企業 他們就不是經過學校去做這些 其實 剛才大家都聽過 所以 去講 學校的安全性 很想問 一句問題 就是 到底我們是否一個學校 都認識 不成功 很遠 很深 我想問你是學生 還是在做事 是的 非常之好 兩位 對於這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中學生 這個 通過壓力 我的年紀大 真的 年紀很差 真的 如果他 說回 School 你還在教育文憑 你去想想 Education and School 那個分別 School as an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liberation KK 其實有說 大學教育 他覺得 應該是 什麼 是的 智慧的啟發 和累積 我們可以去思考 我們反思 我們未來 我們今天 已經在講 一個不同的社會 的時候 究竟學校 我們是否還是以前那種課程 以前那種方法 以前的教學法 這些 可以討論 所以 education 我肯定要百分之百二十 因為education is not only about textbook and syllabus 所以也 問回剛剛那位 小姐 問過那個問題 我 我不是去過很多 我去過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學校 但我做過一家 學校 以前 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我的同事都是超級喜歡補貨 我自己是很討厭補貨的 因為為何要補貨 我經常問我自己為何要補貨 隔壁的老師叫我補貨 有時真的這樣 我的同事坦白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都是這樣說 進來補貨 我不補貨 他就說我很懶 現在那個博物同事 我去看清楚整件事的時候 我自己也親身教過 我是很覺得補貨 其實不能夠幫到他考得好 只不過是我們自己可能感覺良好 我們還未找到一個我們適切的方法 去令到他在知識 能力 態度方面 去學習那個追求和興趣的提升 我之前說的好像很划算 但其實我自己實驗了很多 實驗過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包括re-sport啊 youtube啊 我自己也做過 我發覺原來學生 你給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他可以補貨 他自己回去 他會學習 他會讀書 我答案可能很簡單 首先我是那些不補貨的學生 以前經常有些導師都會寫一些 留言說我 什麼叫做事欠缺責心 因為債我不債補貨 但我走完課之後 我其實是做其他事情 做一些我認為發揮到我所長的事情 我唯一一個補充就是什麼呢 實際上 我很同意一點 如果補貨的目的 是去inspire那些人 去怎樣去學習 或者是那一堂是很inspiring的 基本上那些人是會讀多的 我覺得 但如果你補貨是為了要考試那段 或者是死機的一些東西 然後去塞進去 我就不會很認同那些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資格地說 考試 真的要考 因為我考得不好 但是是否一定要去補貨 然後才考得好 然後才叫做 就是所謂的 社會定義的成功 或者過關呢 這一點我不敢評論的 因為我不是走過那個步驟的 我純粹是覺得 如果補貨是能夠 吸引到他們 是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另一件事 就是跟同學說 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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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理論的 但是我覺得 有一件事要小心 就是不要聽的時候 有些 soundbite 就去一點 就去推想所有 in theory 等於那些媽媽拉拉 即那個裸套會長 那些人說 One teacher One hand One 就是三個 Change to one OK 等於說 有些學生 是genius 根本上不用上課 可以 如果你拿一個genius 的個案 告訴自己 可以在家製造飛機 不用上課 但不代表 正常 你和我都不是genius 我可以這樣說 我不是genius 我不是那些 不用看東西 不用學東西 不用step by step 通常在學校裡 看到那些genius 是不懂教書的 OK 因為他們不會明白 為什麼你不明白這些東西 OK 他們是 我請大學 有這樣的學校 學校 拿了奧貝爾獎 拿了什麼獎 但不懂教書 所以我唯一提醒這些 不要一些很extreme的例子 去推翻整個 密宗和自己 其實不適合這個 非常感謝兩位 其實 真是意猶未盡 內閣 真的時間到了 非常非常感謝兩位 和KK 給予我們很多 啟發性的思考 還有我們 我們也看到 我們要怎樣學習 去欣賞每一個學生 學習 欣賞每一個小朋友 令到他們去發掘到 他們的潛力 不單止說很公理地 找一份武功 還有就看看 他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他們怎樣回歸社會 怎樣在他們人生裏面 更加增加他們做人的價值 其實今晚 都給了很多啟發我們 希望我們繼續下來 我們以後的講座 會隨著大家 填回來的意見 還有今晚 都給了這麼多啟發 我們會再 再舉辦多一些 類似的活動 希望繼續有你們的參與 還有給多一些你們的意見 多謝各位 好 有時候要分錢 對吧 OK 因為剛才大家都問了很多好的問題 不如這樣吧 通常我很喜歡贏 年紀輕一些 雖然我知道 現在說我年紀六十五歲 但是我想問個問題 但是三十歲以下的朋友都有 有一分 我想五百塊的 speech 就五分 所以每個人都有 我覺得會給多些人 會開心些 好嗎 好嗎 我知道誰三十歲以下 問個問題 可能是幾多 對 對 對 出來 出來領取你的獎品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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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